生活中我们经常见到各种观点的对立 然后自然是双方的争论 我们也经常遇到误解 然后是一方想折自证清白 最理想的情况是 争论双方都能谨慎的下结论 没有足够强的证据的时候 不止嘴上不逞强 连内心也同样不下判断 而是继续等待足够好的证据出现 面对误解的时候呢 更是这样 因为通常来说 一个人是很难自证清白的 但一般情况下 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种水平 彼此争论的依据 往往就落在阴谋论上 比如说关于大选的造假 登月的造假 罗斯柴尔德家族 或者共济会控制全球经济跟政治等等 难以自证清白的误解更是如此 比如说让子弹飞里的六子 被人污蔑吃了两碗粉 却给了一碗的钱 为了证明自己只吃了一碗 最后抛肤取出了两碗 让大家看看到底是不是两碗的量 而为什么阴谋论会存在呢 其实在数学上 可以用拉姆齐定理来解释 这个定理的文字描述是这样的 我慢一点说 你仔细听 对任意整数A跟B 若参加聚会的人数N足够大 则无论他们之间相识与不相识的关系如何 都必定会有A个人相识 或者B个人互不相识 当给定A和B时 保证前面叙述成立的最小值 就叫做拉姆齐系数R 括号AB 其取值取决于A和B 其实这就是严谨的用文字方式的数学表述 他已经很通俗易懂了 不过呢 我还是可以把它更具象化一些 比如说咱们举办party的时候 通常有两个初衷 一种是希望认识的人在一起玩的更嗨一些 另一种呢 则相反 希望那些完全不认识的人互相结识一下 那么如果我希望party上至少有三个人 之前就互相认识 或者要求至少有三个人互不认识的话 那最少需要邀请多少人呢 这个数字的拉姆齐数R就等于6 而A跟B分别就是3和3 如果我把要求再变一下 要求至少四个人互相认识 或者四个人互相不认识 那拉姆齐数R就是18 如果要求至少三个人互相认识 而且九个人互相不认识 那拉姆齐数就是36 这个求解过程是很复杂的 涉及到图论的很多知识 咱们就不在这里说了 你只要知道这个数是可以求解的就可以 可能有些人都听晕了 你不是要说阴谋论是怎么出现的吗 怎么做起了数学游戏呢 其实如果把刚刚这个求解过程颠倒过来 往往就是阴谋论出现的过程 也就是我们在举办聚会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初衷 我们既不想安排一些熟人互通有无 也没打算让多少陌生人建立起联系 比如说这次聚会就是一场武林高手的对决 自发的来了很多感兴趣的观众 那么只要观众的人数到达了六个 就已经有可能出现三个人互相不认识 或三个人之前就互相认识的情况了 同样的来围观的人数到达了36 不但其中三个人之前互相认识 或者不认识的比例大大增加了 而且九个人之前互相不认识的可能性 从数学上来说也不再是零了 总之人数是一个基本盘 只要数值够大 这些人中就会冒出一堆又一堆熟识关系 如果我们用字母来代替人 你就能更好地理解阴谋论的诞生了 我中学英语课上经常玩一个寓教于乐的游戏 就是从一张大表格里头找英语单词 比如说20乘以20的表格 每个格子里有一个字母 然后老师给我们五分钟的时间 让我们从中找出各种代表颜色的单词 谁能在五分钟里找出最多 谁就可以免除今晚一部分英语作业 于是大家就横着找竖着找斜着找 有些词比如像red就很好找 因为短嘛 yellow呢也很好找 因为外开头的颜色词很少嘛 有的时候老师也会让我们找数字的英文 那这个表格老师是怎么做的呢 或者说这样的猜词游戏老师是怎么出题的呢 他其实呢是先把一些表示颜色或者数字的单词 先填进来 比如说先把这六个填进来 再随机的把其他字母填在空白的格子里 这是一种啊自上而下设计好的谜题 这个时候同学们最多也只能找出六个单词 但是呢还有那么一种不那么费劲的出题方式 就是把要求降低为只找出单词就行了 不再限定那个单词是不是表示颜色或者数字的了 只要是用一单词就可以 这个时候我们把表格弄了大一些 比如说30乘30的 然后就可以在每个格子里随机填入字母 填满了之后 这样一个包含了900个字母的大表格里头 肯定会有好多好多想都想不到的单词出现 好多意想不到的词出现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字母与字母之间 存在不同强度的关联紧密度 比如说字母S后面 跟着H的概率就更大 比跟着其他字母的概率都要大呀 那么在冥冥之中 关联深浅度不一的字母们 会在随机排列之后组成单词 而这些单词并不是谁事先设计出来的 甚至随机填字母的人 在没有玩过这种游戏 或者不了解拉姆齐定理的时候 都不会相信会出现这样巧合的事情 而一旦人们注意到了 其中竟然有些字母能连成单词 或者当他们最近正在为某些事情而担忧 而这几个单词 又正好和他担忧的事情有关的时候 他就可能会认为 30乘以30的表格 在冥冥中向他传递着信号 我在文稿中留了一个链接 它就是通过随机分配字母的方式 生成表格的程序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自己生成的表格里试试 看看能找出多少单词 现在我们终于要说阴谋论了 其实每天发生的新闻 看到的群里的消息 别人讨论的内容等等等等 这每一件事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字母 这些字母随机的出现在你身边 没人为你刻意的安排这些事件字母的顺序 你也无法预料 接下来哪个事件字母将会出现 但当事件字母的数量足够多的时候 按我们刚刚说的拉姆齐定理 就一定会存在一些事件字母 是可以组成单词的 当然这里的单词也是要加引号的 它真实意义对应着若干事件 串起来的一段有逻辑的故事 这些故事里有的是可以证实的 也有一些是不可证实的 如果一个人愿意相信 那些不可证实的事件字母 传承的故事 阴谋论就这样直跟在他的心中了 由于信息的发达 传播的迅速 一个人总会收到大量的事件字母 于是阴谋论的土壤 在现代信息社会是非常肥沃的 从拉姆齐定理的角度去评估的话 人们对阴谋论诞生机制缺乏了解 和人们对什么是随机缺乏了解 其实是一个事件的一体两面 比如说扔硬币看正反面这个过程 有一个人扔了两轮 每轮三十次 我把结果写在文稿中了 数字一是正面 数字零代表反面 因为太枯燥了 我就不挨个字符念了 我的问题是 其中有一轮是他挨个扔出来的结果 还有那么一轮是他嫌麻烦 并没有挨个的扔 而是按照自己以为的随机系列 编出来的样子 那么你可以看看文稿 你认为哪一轮是他自己瞎编的呢 如果你感兴趣 可以点开文稿看看 不看的也不影响理解啊 我直接告诉你结果 第一轮扔出来的是真的 第二轮是他瞎编的 依据是什么呢 因为在第二轮里 零和一出现的频次太均匀了 而在第一轮里没有这么均匀 你可以看到第一轮末尾的结果啊 连续出现了六个零 看上去好像是不均匀似的 但其实这样的过程才更接近随机的样子 我举这个例子并不只是想告诉你 一般人对随机的理解存在偏差 而是要说对随机过程深入理解 和对阴谋论诞生的理解 其实是一体两面的 这个道理的核心就是 只要规模足够大 我们总能在本质上是随机排序中 发现很多貌似是规律的东西 比如说六个连续的零 就会让人误以为 存在什么冥冥中的规律 让零排在一起 这个执念就源于 人类演化出来的智力 因为一旦真的能够总结出规律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人就能够在对应这类事件的 一个狭窄领域里 展现出预测未来的能力 而能预测未来的人 将拥有无限的优势 所以哪怕搭进去一些迷信 和盲从的成本 也很可能抵不上偶尔那几次 真的预测对了之后 找到规律的巨大收获 那怎么才能避免阴谋论呢 一种方法就是缩小表格的规模 让信息的总和萎缩到 连一个简单的RED 都拼不出来的地步 这时候一切逻辑 也就都关联不起来了 阴谋论自然消失 禁止信息的传播 和信息的生产 就能起到这样的效果 但代价就是 这个文化区域里 永远也发现不了 具有含金量的信息和知识 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扩大表格的规模 因为这样一来 阴谋论和反阴谋论的观点 都会出现 至于哪个观点胜出 不用期待有那么一个无上力量 来给予最终的裁决 我们只需要坐等 持有不同观点的人 照着自己认同的观点去行动 最后 他们自然就会在经济资源 话语权资源 旁观者的支持与否定中 分出个胜负 那些太过离谱的 就会被挤压在边缘 无法扩散